我的名字叫陈乐儿 今年十岁 我的爸爸名字叫陈杰辉 我的妈妈名字叫玛尼 他们就坐在那儿 请和他们打个招呼 我的故事是三只小猪 有三只可爱的小猪 他们都想建一座漂亮的房子 老大随便用稻草围成了一座房子 哈哈我有我自己的房子了 老大愣得快蹦乱跳 老二用木头建了一座房子 老三却想用砖瓦来建一座房子 于是他夜以忌日地干了起来 哥哥们早就住进新房子了 他还在不止辛苦地骑墙粉刷 就这样整整过了三个月 老三的房子也盖好了 他好高兴啊 有一天来了一只大野狼 老大惊慌地躲进了自己的稻草屋里 大野狼嘿嘿都冷笑了两声 狠狠地吹了口气 就把稻草屋给吹倒了 老大只好赶紧逃到老二家 大野狼追到老二家门前 心想你们以为高草屋就能难得住我吗 说完他就向大门装去 哗啦一声木头房子就被撞倒了 兄弟俩只好拼命地逃到老三家 气喘吁吁地说 狼来了 老三赶紧关进门窗 胸有沉嘴地说 别怕没问题了 大野狼知道房子里有三只小竹 可不知怎样才能进去 于是他对着房子又吹 又撞 可是房子坚不可摧 大野狼气急败坏地绕着房子 转了一圈 最后爬上屋顶 想从便宜溜进去 老三猪突破发泄后 赶紧点起火炉 大野狼溜下来时 刚好点进火炉里 这五条尾巴都被伤僵了 他懊叫着夹着尾巴地跑走了 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大道理 我们做人做事不可以脱功减料 要有精彩食料 谢谢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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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